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想做时事评论类的节目 正好有黑神话悟空这个热点就蹭一下 我们发视频的时候已经离实际演示发布过去四天时间 赞美的话我们就不多说了 本期视频会以比较冷静客观的第三方视角去 讲述黑神话悟空是如何诞生的 以及这个项目目前遇到的困难 以及对国内游戏行业造成的影响 视频引用的资料和媒体采访 我们会放在视频的简介中 打开黑神话悟空官网底部可以看到 游客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的字样 如果你用天眼查会查出有两家游客互动 分别是深圳游客互动和杭州游客互动 其中杭州游客互动是深圳的全资子公司 而深圳游客互动的股权结构 游戏主策划游卡占40.8% 其余主创团队持股39.2% 英雄互余持股20% 英雄互余的20%股权来自于2017年的天使轮投资 同时英雄互余也是游戏科学首游 战争艺术赤潮的发行商 说完股权结构 我们来简单整理一下 游戏科学这家公司是怎么诞生的 相信游戏科学都很熟悉 但是游戏科学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都知道 这家公司的主创团队是来自前腾讯斗战神开发组 这群相处了六七年的老同事 在移动游戏崛起 端游示威的大背景下 在2014年6月份的时候 注册了深圳游客互动 并且在一年后开发完成 RPG卡牌手游百将型 由网易游戏运营 这款手游的成绩 根据游戏科学运营总监在知乎上的回答 没有大火 但是对于端游团队转型手游的第一款作品来说 还不错 在2016年年底 游戏科学的第二款游戏 借鉴了星际争霸地图 沙漠风暴玩法的战争艺术赤潮 首先在Steam发售 目前这款游戏在Steam上的好评率有79% 接近6500个评价 在制作战争艺术赤潮的同时 游戏科学内部产生了 是否做单机游戏的谈论 甚至当时他们融资用的商业计划书 有三分之一的内容 也在描述单机游戏计划 整个团队都在等待一个时机 在赤潮2017年公测后 游戏科学原本是想开发一款 市面上流行的卡牌策略手游 但是游戏美术主创杨奇堵不住了 同样是来自游戏科学技术负责人的知乎回答 杨奇表示 美术的黄金创作年龄 大概在35岁之前 他想在35岁前做一款代表作品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32岁左右 黑神话悟空的立项 我们认为有三个原因 除了主创团队的心结外 国内单机市场在近些年也在快速增长 BIM中国的玩家总数 也增长到了千万级别 同时国内的手游市场竞争逐渐白热化 呈现出腾讯和网易两家独大的局面 游戏科学的创始人们意识到他们自认为美术和游戏设计方面的长处 在手游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不是那么重要 于是他们决定做擅长也喜欢做的单机游戏 2018年2月25日黑神话悟空立项 2018年12月项目组搬到杭州 注册了杭州游客互动 同时他们用虚幻4引擎搭建出花果山的关卡 大致是主角出生到以天兵天降大战 也就是实际演示最后的那个片段 由于当时技术还不成熟 所以现在看起来有点掉针不流畅的感觉 在2019年开发团队增加到20人左右 由于游戏科学已经开发过多款游戏 并且主创团队相处的时间足够久 他们得以用规模最小的团队 维持着游戏的早期开发工作 在2019年开发团队制作完成了 首个完整关卡黑风山 也就是这次实际演示的内容 当然这个黑风山关卡没这么短 在打败灵须子之后呢还有其他内容 目前开发组已经在开发 其他风格不同的场景和怪物 这里就要牵涉出游戏科学目前遇到的问题 并不是缺钱 虽然黑神话悟空总的开发成本在上亿人民币 但是游戏科学目前还有精力在自演手游 退一万步说 就算自演手游不赚钱 以现在这个实际演示的影响力 有的是发行商想塞钱给他们 缺少有经验的游戏开发者才是最要命的 游戏科学在官网的Question and Answer中表示过 这里放出实际演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招聘行业大牛 目前这个项目只有30位辅导的开发人员 就算以实际演示为最终效果不改进了 做上三年也玩不成庞大的工作量 相比于玩家群体的报复式夸奖 主创团队对于目前的开发进度可能没那么满意 在出了网的采访中 策划尤卡表示 在对战灵虚子的战斗中 他们原本构想的是主角最后变身巨猿 类似于电影《金刚》一样 手撕处决巨狼 但是因为团队里没有有经验的技术美工 导致最后做出来巨猿的手和狼的牙齿穿模 就放弃了这个设计浪费了数月时间 这类问题还有很多 就如知乎上一名游戏科学的技术美术的回答一样 目前这个实际演示 他们用了很多美术上的技巧去掩盖技术上的缺憾 像是程序化生成游戏内容 自动化的动画系统 动态捕捉 面部捕捉 外包技术规范的制定和推动等等 都是游戏科学需要去踩坑的 在Boss直聘中 游戏科学正在招聘包括 游戏策划 虚幻式环境设计师 3D引擎设计师 资深图像引擎专家等19个岗位 至于游戏设计方面 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这也是个坑 国内没多少人参加过 大型单机游戏开发经历的设计师 希望这次实际演示出圈 能帮游戏科学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虽然我们在节目中经常调侃 预避公式化沙盒 日本厂商画面拉胯 但是国内的单机开发商 真想要比肩预避 顽皮狗卡普空 这些国际一线游戏大厂 还是任重道远了 黑神话悟空仅仅是个开始 在国内手游市场内卷化 和单机市场持续增长的现实下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内厂商 投入到单机游戏的开发中 这个过程一定是充满着曲折和坎坷 但是结果一定会是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